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还是情敌 我要是不救他 我爹他不认我 这么说你还是个孝子 将军 只要您放了左天一 从此以后 我什么都听您的 宋野军给我许过很多愿 可是我到现在才发现 他原来是在蒙我 完全把我当孙子耍嘛 王爷 您怎么在这儿 天一 把钱给他 什么钱 就是哈四爷留给马慧的钱 谁说哈四爷把马慧的钱留给了我呢 王爷 你怎么这么单纯呢 他说的话你也信呢 他还说炮台山爆炸案是我干的 您信吗 我左天一 不过就是一个受人驱使的骑师 我能干这么大的事吗 再说话 我不是马慧会长 哈四爷留什么钱能留给我吗 哈四爷真要留什么钱也得留给您呢 王爷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是啊 您不是相信宋野先生的话吗 您不要忘了 宋野先生是日本人 日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 日德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说替中国人打德国人 打败德国人之后 就把青岛还给中国 他们还了吗 周天一 您越说越不像话了 哎 王爷 宋野先生大概还说过 要帮助您匡富大秦马 没准还说要请您当皇帝呢 您信吗 您跟卢庆夫 竞标马会会长的时候 他说要给您钱 您跟卢庆夫真刀真枪的斗 他在干什么 他在花园浇花呢 哎呀 这些道理我都懂 咱们不跟他计较一时之长断 使食物者为俊杰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次听我的 退一步 咱们求个海阔天空 我往哪退啊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说我没了马会的钱 炸了炮台山 我还有退路吗 德国人占了青岛 咱们退过 怎么样 现如今 日本人又占了青岛 这些道理 咱们还往哪儿退啊 点报上尉 执行我的命令 立刻逮捕昨天一 是 来人 王爷您看 他说请我来这休养的 怎么样 你看 没什么事 是 老师 好吧 老师 好吧 老师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开玩笑 当然了 你马上得把它零走 苏林先生 你 你说的话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跟王爷亲自出面 我能不给面子吗 王爷 您的面子真够大的 请 请吧王爷 还去让他好好地请你喝一口 将 将军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认识四手渔船吗 认识 我们 啥死口渔航的 我们的海上巡逻艇 在大公岛外面的海面上发现了他 这两个人是我们沙子口渔航的掌柜 徐乐廷发现他们的时候 他们被绑在围杆上 死了 晒死的 知道是谁干的吗 是一个号称吴司令的人 吴司令 吴司 你不是说吴司是受佐天一指使吗 这怎么解释 这是卢碧会送来的 说事情认输 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最后通牒 如果再不释放佐天一 他们就要大规模示威游行 激起大便 看你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日本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特使 去巴黎之前要来青岛市场 他还要带来一位著名的骑士 跟青岛的佐世兄弟比赛一场 我们的特使需要一张照片 说明青岛这地方的歌舞神平 因此 我希望看到一场 日中两国骑士共同参加的 跑马大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老师 大记者呀 我好想你呀 可是我天天做噩梦 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做什么噩梦 怕你被狼吃了 我的肉太硬 狼吃不了 我平生第一次 为一个人执行要待 我领情了 不过你也别跟林妹妹似的 在这乱世之中啊 那么多愁善感 怎么跟豺狼虎豹斗啊 不过你也别跟林妹妹似的 好 对了 我哥哥来信了 信里说什么了 叫我们搜集日本人的罪证 马上就要召开巴黎盒会了 我哥哥要带着证据 去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别紧张 今天我是想请你来帮个忙 帮忙 帮什么忙 一会儿我要给你打上一针 然后呢在胳膊上挂点东西 你只要告诉我疼不疼就行了 大大什么针啊 催眠的 来世以后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够你花一辈子的 好好好 来打吧 回去吧 都看了一天了 再等等 游臂光位要拿中国人来做实验 一定会有人被弄进去 而且一定会从这里进去 那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再回来嘛 那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再回来嘛 好吧好吧好吧 忘了我吧 我什么也没干了 我什么也没干了 看 差点错过了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两个事实 首先 这个中国人 一定是用来做实验的实验品 第二 救护车进来的时候 天刚黑 我们该商量一下怎么进去了 看来只能利用左天亮的特殊身份了 好 到底是大骑士 忙得很呢 我是不是看错人了 我有事找你 是海啸了 还是地震了 我还是明天再来找你吧 看来你又喝大了 急什么 什么事说 哎 哎 放开我 那个花花公子怎么没陪你来啊 他把你甩了 哦 你把他甩了 你早该这样了 左天亮 我是有重要的事情才来找你的 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才来找我 我到今天才明白 原来你们都这样 你再不放开我就叫人了 你叫 你叫一个给我听听 快来 左天亮 你要再敢放肆 我就死在你面前 我以为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所以我才来找你 看来我错了 还是那句话 野兽就是野兽 谁呀 田医 开门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不是昨天亮的刀吗 你把他杀了 你怎么就知道杀 他对你撒野了 王八蛋 他喝醉了 喝醉了也该杀 今天他喝醉了 明天再说吧 田医 田医 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冷静点 叫我怎么冷静 田医 陆小姐他 看来你并没有醉 醉了 确实是醉了 陆小姐 我 认下这把刀吗 今天我要用他杀了你 住手 住手啊 陆小姐 你不要拦他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还要过啊 你来个痛快的 好啊 不要 你就醒了吗 醒了 醒了就进屋说吧 好啊 陆小姐 只要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那我干什么都行 要是我让你杀了松野呢 我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马上退去 算了吧 别骗自己了 我也没那么笨 让你去干一件你不可能干的事 好 你说吧 什么事 我一定答应你 尤比光位的实验室 在几层 二层 认识陆吗 他差一点把我变成屠楼 能不认识吗 问这个干什么 我要让你把我带进 尤比光位的实验室 你们不要命了 不要 连你的命也不要 敢吗 我的命要不要没关系 可是卢小姐的命不能不要 你们要去那干嘛 尤比光位 拿中国大活人做实验 我们去揭露他的罪行 那也不能让卢小姐去冒险 左天医 你就这点本事 让女人替你去冒险 你冷静点 你还是别去吧 我进去 你真以为你什么都能干吗 照相技术很复杂 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你进去折腾半天 拍出来全是白板 那不是白冒险吗 要是进去 必须我进去 谁都不要去 那里里里外外好几道港 根本就进不去 你不是说他们国内要来什么人吗 对 要了一个史查的特使 还有一个骑士 特使来的那天晚上 有比光位和松爷 肯定要设宴款待一番 咱们就在那天晚上下手 剩下的事你去准备一下 这辈子 你怎么会再说 要是什么义啊 你怎么会再说 要是吗 是吗 好 都不在那边 不在那边 你怎么会再说 你怎么会再说 是吗 你怎么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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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大日本第一骑士 夏目参见 夏目军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对手 好啊 在日本的跑马场 我很孤独啊 好 这位是我的财务顾问 松景一铸 松景军 松景军是日本金融界奇才 这次来一定要帮我们筹划筹划金融事务 愿意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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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目军 请捷尽全力 夏目军 听说过青岛的左侍兄弟吗 我最近听说的最多的两个名字 就是左天一和左天亮 希望你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在青岛 有人不知道我尤比光位是谁 可没人不知道左侍兄弟 特使哥下 你 左侍兄弟中的左天一 由于又退过车 可能不能参加赛马 这个我不管 我是带着首相的命令来的 左侍兄弟一定要出现在跑马场上 至于他怎么来 就要看松野将军的了 来 听品尝 这道菜叫红烧头蹄 它的制作方法比议会的选举还要复杂 前前后后大概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至少得七八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啊 这样才好啊 中国人用七八天时间做一道菜 而我们七八天的时间 就可以把一堆非钢铁变成一辆坦克 然后打进中国 吃他们的菜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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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上楼梯右转 楼梯拐角左转 最里边的那个门就是 杠上后面的那个就是 前出师证件 肺结盒 传染的 出师证件 过来 给他证件 出师证件 给他一下 作用 对 对 对 先 对 我 对 等一下 我 我去谋外战港 有情况 咳嗽点声 情况解除 咳嗽一声 别跑 有我在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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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等等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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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快追 走 走 快追 走开上 快 太惊险了 谢谢你 谢什么 今天晚上我这辈子没这么高兴过 老师 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设备 标本和药品好像都没有少 只有那尸体被动过 奇怪啊 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 开着救护车 杀死了一个我们的卫兵 仅仅是为了看看实验室里的尸体和标本 他们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啊 居然能通过我们的三道岗上 那你就好好查查吧 这可是你的职责 你可 给司令部里的所有人员进行审查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个也不要放过 你看 太恐怖了 一直就听说 日本有特殊机构 在拿活人做实验 真没想到 这个特殊机构就在青岛 而且主持者 是青岛的 守备司令 但这些尸体标本 人体骷髅 内脏标本 普通医院也有 怎么能证明 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呢 我还拍了一个实验记录本 你回日文你看看 有了 全有了 这是尤比光卫的实验记录 十个 十个中国人被杀的记录 还有尤比光卫的签名 太好了 那有没有实验过程 从开始用药 逐渐死亡 死亡表情都有 尤比光卫是不是在研究什么药物 肯定是 但没有血 不过 这已经足够了 这 可是个大炸弹 爆炸威力 不亚于炮台山爆炸 尽快寄给卢先生 我明天就寄 好了 我该走了 你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 不行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守备司令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而且松野会马上去拜访我 不会吧 我跟松野是铁哥们 这么大的好事 他肯定会想到我 记得把照片尽快寄给卢先生 把这个暗房撤掉 不要留下任何关于照片的东西 昨天一有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 一天没出门 看清楚了 一清二楚 天王 你要找我喝一会儿 我没工夫陪你闲聊啊 找酒啊 我喝光了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刚才 开门呢 我说晚上 晚上现在就是晚上 离天亮还有一大截呢 昨天一我告诉你 我们的人 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 是吗 已经累不累啊 宋爷将军让我告诉你 三天后有一场赛马 你必须参加 对 我也告诉你 我的腿折了 我赛不了马了 我不管你的腿折不折 你要是不参加 左小林就得抵命 走 王八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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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您看这是什么 焦天河 所有的人我都生过了 只有一个少兵提供了一点有用的线索 什么 他说 胆架上抬的是个女的 女的 长什么样 他说没看清 戴着大口罩 焦话 太焦话了 老师 昨晚那些人肯定在实验室拍了照 这是在实验室发现的 如果那些照片流落出去 后果不肯设想 尽快破案 爹 儿子无能 让您在这儿受苦了 天一 爹有你这样的孩子已经很失足了 我说 苏爷又比你踩马了 您怎么知道的 天亮来过 我已经看透了 我不仅成了你们的累赘 而且也成了苏爷绑架你的锁链 他这一招 比蟹子害得你 爹 你放心 我就是死 也不会去给他们唱堂会 不 你得去 你也这样想 如果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 战胜中国人 那不是更让日本人笑话吗 你必须去 必须赢 必须为中国人争这口气 我只怕日本人背后有什么阴谋 阴谋也罢 杨谋也罢 都得拿赢做文章 只要你赢了 他们的阴谋就失败了 我跟爹的意思一样 孩子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 天一跟着你长了不少的见识 你得多帮衬他 还没到你较低的时候呢 天一啊 我送你的那把刀还在吗 在 给 这把刀 天亮也有一把 是在小时候我送给他的 如果以后天亮能回头 你俩就一起用这刀去杀日本人 如果他还跟日本人走 你就用这把刀杀了他 怎么 你不想认我这个爹是不是 不 烈 你放心吧 天亮他会回头的 今天你爹的话 好像话里有话 我听出来了 他是做好了死的准备 塞完马 我一定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他老人家坎坷一生 英雄一世 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对 早点把他救出来 我好好伺候他 没心啊 想给他当儿媳妇了 他儿子还没同意呢 他儿子说了不算 儿媳妇说了才算呢 对了 忘了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今天早上我收拾暗房的时候 发现丢了一个装胶卷的盒子 这是暗盒外面的包装盒 昨天我照了两卷 应该用两个盒子才对 如果丢在优臂光位的实验室 那就麻烦了 不会吧 不会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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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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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走 将军 夫神亮文社报告 通往劳神的道路上 有一辆可疑的马车 跑得速度非常快 应该的马 追 追 来 等一下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跑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证据 照片已经寄出去了 照相器材也已经处理好了 照卷呢 我藏在基督教堂的座位底下 那也不行 宋爷不是傻瓜 在青岛会照相的女人 只有你一个 他就凭这个抓我 他们的怀疑就是理由 他们会审讯你 拷打你 我不怕 我怕 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 如果我们逃跑 就等于承认一切 我不管怎么样 反正不能让宋爷抓到你 实验室里的一切你都看到了 他们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要不我去承担这一切 不 不过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